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5日10点29分联合报记者吴敏心及时报道王柏荣连八战敲安 协徒自火腿队官方推特分享新赛季加入日职火腿队的王柏荣春训阶段安打一场接一场目前已经连续 八战敲安累计18打数11只安打打击率6成11让日媒体预报之直接下标恐怖的大王 昨天王柏荣在日职官办热身赛和效力巨人的台湾前辈杨戴刚分庭抗礼担任先发第四棒左外野手的他三局下相中先发投手 填口力都139公里的内角速球挥出右外野安打并帮助火腿先持得点这是第一次对决所以我特别注意感觉和节奏 王柏荣首场日职官办热身赛就展现身手下上先前火腿的自办热身赛已经连续八场实战有安打的演出也证明能连两年再终止创 下四成打击率的确有所实力启用大王担任第四棒的火腿监督立山英树道 无话可说打得很好也得到想要的结果 同场出赛的杨戴刚为巨人第六棒指定打击一样有两至一的表现完成 共演的王柏荣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和台湾选手对战我很兴奋 火腿接下来要等到3月2日和横宾德纳继续在官办热身赛打二连战光百荣 将持续调整设法维持手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希望能将状态带到开幕战 分享分享留言烈意